那个男人要出专辑了 昨晚呢他释出了先行曲 文语榜单 前十次瞬间霸榜11位 我做视频的时候啊 专辑预约人数已经达到了700多万 这支MV呢在微博已经达到了1.2亿次观看 那今天咱们就来盘盘周董的那些风神时刻吧 说到他的风神时刻 很多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夜取一响上台领奖 这个片段出自第十二届榜中榜颁奖典礼 感态最受欢迎MV 周杰伦 夜 当晚夜取五次响起 搬到画面周董都有点不会笑了 幸好歌的freestyle不错 要不然都没有颁奖此刻说了 在这场颁奖典礼上 周杰伦也顺口吐槽了一把当时大为流行的 我觉得现在哈韩哈日的现象是非常的严重啊 但是呢 再怎么挑战呢 也挑战不了华语的乐坛 谢谢 but 虽然这个梗这么出名 对于一些节迷来说却是略感尴尬 因为该梗一度被误传出自含金量极高的金曲奖 但榜中榜实则是以流行度为主要考量的奖项 but but 这个奖当然也不是什么水奖 赵本山小平火炬手里玩的梗 就出自这个颁奖典礼 足见其在流行文化却有一席之地 我甚至觉得杰咪认为这个梗没什么好吹的 比该梗本身更加嚣张 下面我们调转目光 看看杰咪看得上的金曲奖吧 周杰伦的金曲霸奖神砖 其实是2002年的范特希 入围十项最终拿下五项大奖 此外他还有一首霸奖神曲 2008年的青花词 那一年周杰伦凭借两张专辑获得八项提名 仅青花词一曲便拿下三项大奖 时至今日 周杰伦仍然是金曲奖历史上获奖次数最多的歌手 共计有15座奖杯 而他本人则有过在金曲奖上diss金曲奖的壮举 三件成曲也是周杰伦著名的神识课 出自2010年的快乐大本营 他让快乐家族轮番上台按三个琴键 然后他以此为基底随机谱曲 这个是不是 对 还有呢 再来 哇 这个很难啊 很怪 哎呦 也有一种很神秘的感觉 在星期六的晚上 你在电视里看到我 变得比较优美了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再来 哦 又改排的了 可以吗 这样子是不是 好奇怪的个性 这有点现代音乐的感觉 手手周杰伦 但手手不重样 不给无心的这一首放到今天 当晚直接上架就可以登顶各大排行榜榜首了吧 有点像水流的感觉 其实早在2008年周杰伦上台湾的访谈节目 就用年久失修的钢琴展示过两件成曲 比较是古老的那种中国风的 但是因为年久失修啊 就这样 中国风信首年来 只能说我财气先犯了我的天灵盖 2011年在推出了专辑《惊态号》后 周杰伦一度被网友质疑 歌曲涉嫌抄袭 像他这么中二欲要面子的人 怎么可能咽得下这口气 于是几个月后 他在演唱会上为了反驳这些声音 竟然 他竟然 哎 一下几个字说出来 我都觉得太扯了 你们自己看吧 用膝盖写歌啊对不对 所以呢 在那边证明就是那些奇怪的网友 不要再乱说操了 因为我一辈子都不会遇到瓶颈 就试一下 用膝盖写歌朋友们 为整个原地空翻转起720 你的膝盖 我的膝盖怎么不一样 我的只能用来给贵了 表论 其实很难用表来弹琴啊 周杰伦也从来不吝啬秀他的音感 是绝对音感吗 对啊 我是绝对音感 但是我常常唱不准 对 来个和弦好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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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答一下是不是还有一个 对 对 对 Rai Mi Toshim 没有Rai Rai 有R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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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试一个 拿一点的 拿一个这个不和谐的 哎呦 Do Fa La Do 降Rai 对不对 解答一下 哎 伦 你这样搞 华语乐团的半边天瞬间塌了 You bet bet 他还有过一场音乐讲座 现场随机抽取了一位音乐专业的学生上台 这位学生在场上进行了和弦演奏后 这就能听了一遍 立马就复刻了出来 对 并且还给出了指导意见 对 并且还给出了指导意见 大歌手 快嘴 只是他的基本配置 曾经有UP统计过他的历史最快是 只占智商中的这一句 达到了一秒八字的效果 音乐才华呼呼往外貌的周董 一度跨界到电影 实现了出道极巅峰 2005年 凭借投文字笛拿下了金马奖最佳新演员 周杰伦 两年后 他凭借在投文字笛偷试道的技巧 自编自导自演了不能说的秘密 该片实现了金马金像金曲三大奖全入围 片中的一段周杰伦和雨豪斗琴的场景已成经典 当观众以为已经顶到头了 两人还不停加赛 最后快到甚至一度被观众怀疑是后期特效 2019年 因为一句周杰伦微博数据这么差 为什么演唱会门票还难买啊 万千歌迷 毛起进来为他做数据 最后演变成了一场全民行为艺术 四天后 周杰伦超话登顶 打破微博记录 然而搞笑的是 周杰伦本人 他甚至连个微博账号都没有啊 真是身体力行证明了 流量不等于流行 数据做得好 那么他的演唱会啥情况呢 我总结了一下 别人都是去听爱豆演唱会 周杰伦做到了让别人的爱豆来听演唱会 据不完全统计 孙燕姿 陈奕迅 张学友 张子怡 孙丽都去过周杰伦的演唱会 此刻的孙丽也不是从前的甄嬛 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歌迷罢了 他偶尔还会为到来的嘉宾献歌一首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在歌曲听妈妈的话中 周杰伦 Q到了张学友和周润发 而在2007年的台北演唱会上 周董还真的实现了与两位天王的梦幻联动 不过要说他最出名的合唱现场 当属2010年台北演唱会 最终场的神秘嘉宾竟然是 双J分道扬镳六年后的合体 全场就要疯了 第二天这个舞台布满头版头条 绝对值得收入21世纪华语乐坛的名场面 而我私心收藏了杰伦合唱现场 还有2013年 他在演唱会上用虚拟现实实现的与邓丽君对唱 两个时代的巅峰巨星跨时空合作 朋友们 我麻了 你随意 在华尔乐坛的众神中 其实周杰伦不是以唱功而闻名的 罢测 只要在KTV点过他 你就知道他的歌有多难唱 在歌曲《无双》中 周董的高音更是一度达到B5 咱就说歌 你是搞创作的 真的可以不用这么卷 好吗 好热 鲍鱼龙虾吃多了也会腻 最后咱们来点小甜点收收尾吧 你们见过一场演唱会 歌手人味道却变主场的吗 2018年五月天开演唱会时 全场高声合唱周杰伦 改歌单好了 接下来唱周杰伦的《开不了口》 开不了口 好啦一次一次一次 好了好了 还真的很大声 送你离开前 同学同学同学同一首大哦 五月天 那我走 我们已经测询出了 现场呢 你们根本就是周杰伦的歌 最后为大家献上一个爆笑名场面 忘死地带 让我们看看 不以作词见长的周杰伦如何freestyle 在我地盘这儿 你是得听我的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听到这个狗叫 我真的要笑晕 周杰伦的忘词现场特别多 然后他就干了这么件大事 从2010年开始 周董在小剧段演唱会上 发明超大自知词机 挂在舞台远方 一路也用到现在 真的笑快 懒人改变世界 撑不起我 熟悉我的观众 会发现我的视频里面 经常会出现周杰伦 但是我从来都不觉得 我自己是他的粉丝 小时候看到他的新闻啊 我甚至会吐槽 这个人也太臭屁了吧 但我却会唱他的很多歌 慈悲的比他本人还熟 属于周杰伦的神话 太多太多了 但对于我这样的小小听众 杰伦的风神时刻 就是即使几十年过去了 当耳机里响起熟悉的旋律 我仍能一秒回到当年的心境 取终之时 感叹一声 哎呀 我还是老了啊 但感谢有你的陪伴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 哈哈 咱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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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